看了吗 哈喽我是Patrick 今天来试一下真正的雪糕刺客 这已经化了很快就化了 这个叫什么Venchy 今天来试一下 这个雪糕一百块 九十多吧 四个口味 然后加上这个边 应该是九十五块 好贵 然后买了一小碗的巧克力 一直在这个Venchy 大概一百五十块 就大概只有不到十颗巧克力 今天真的被刺到了 今天出来试一下新买的这个 4K的Vlog相机 号称是市面上比较便宜的 索尼的ZV110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发现这个4K的相机 我这个相机的4K模式 裁切还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说我现在胳膊已经伸直了 但是因为是4K模式 所以说只能看见一个大头 可能还要后边再换一个新的 这个镜头才会好一点 请注意 这个地点是公众地方 所有人 所以现在这个距离可能稍微好了一点 其实我之前大概拍视频 已经拍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虽然很水 而且经常断更 但是录录视频也拍了大概六十七左右 我之前的六十七呢 有大概百分之九十的视频 是用我 这边有一个纸盘在启动 我之前大概六十七的视频里面 有百分之九十 是用我原来的那个相机 A7II 索尼的A7II拍的 那个相机呢 其实拍照片还不错的 它是那个全画幅的相机 但是呢 拍视频就很悲剧 因为那个是2014年的相机 它的最开始上市是2014年 所以说大概八年前的相机画质 其实就很感人 所以说我经常拍完视频 哪怕是在家里拍固定机 拍完视频之后 我觉得那个相机呢 拍出来的像素都很差 然后我觉得很不清晰 最近呢 终于下定决心买一个新的相机 然后最近呢 收音设备其实也有 也有更新啊 虽然我今天没有用 因为在我包里面 忘了拿那根线 但是收音设备 我现在已经也买了一个新的设备 之前那个小的相机上自带 相机上挂那个麦克风呢 其实有的时候 它对噪音的控制不是很好 而且有的时候 说出来的声音忽大忽小 后来换了一个大疆的 感觉还可以 之前录过两期 那可能今后呢 我也是会主要以 我现在升级的这些设备为主 可能之前的那个相机呢 就以后拿去拍照用了 这条路是修建过的星光大道 原来的基础上已经完全的进行了推翻和改建 然后K弯弯 这个上面住了一个明星 这是彭于燕 因为最近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都在这个附近捉到了他 然后跟他合影什么的 因为他经常晚上会在这条路上 跑步啊什么的 经常晚上可以遇到他 然后前一段时间据说这边有很多人在这里等 不过呢据说彭于燕现在已经更换了博物的线路 估计是因为粉丝太热情了 然后我觉得香港其实 创建明星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昨天我还在那个海岗城里面看到了吴君如 他在那边做一个个人影展还是什么活动 然后他刚好就在那里 还是明星气场很强的 然后虽然个子不高 但是还是很精神保养的也很好 之前好像陈一迅还在这里开过一个演唱会 去年还是前年 开了一个凌晨加黄昏的演唱会吧 就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分别在这里唱了 一个小时左右吧一共 就在这个位置 K11 所以今天虽然买了新设计 刚才讲了 因为没有拿了条线 但今天这个视频还是很不完美的收音 当然也是在在试这个新的相机 然后可能我后边还有几期的视频是原来的存货 原来的相机啊甚至用原来的收音的设备去收的 所以说可能还会有几期的视频是原来的那种感觉 但是可能后续的话主要还是用我这个新的设备来拍 可能后边的画质啊后边的音质啊后边的画质啊后边的音质啊都会好一些了 那我为什么会坚持去拍这些视频呢 虽然也没有赚钱 然后现在粉丝也比较少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工作啊什么挺忙挺累的 为什么要拍呢 是因为第一是我觉得 我因为我来香港了大概两年多 然后中间开始慢慢的拍视频 我觉得每次当我很花时间的很花精力的去拍的时候 我觉得慢慢的我的运气就会变好 我觉得这个有一种说法就要吸引力了 就是你会觉得我要做一些事情我要做一些改变 然后你的态度就会变得很积极 那你用这种积极的态度去做视频的话 其实它会影响到你本身的在其他方面的一种感觉 那这种感觉可能会影响到比如说我要换工作 比如说我要去面试 那也可能会影响到别人对我的感觉 那我觉得当你把自己的态度变得很积极的时候 其实你更容易把很多事情做好 这也是我想坚持去把这个视频做下去的 我觉得这个视频可以给我带来比较好的运气 这里又是一家雪糕斯克 今天我们吃的那家冰淇淋 视频从下午录到了晚上 从外边录到家里还没有录完 接着刚才那个话题跟大家聊吧 为什么我要录视频呢 因为刚才讲的第一个是因为我觉得录视频可以让我有更积极的这种态度去做很多的事情 这个也给了我很多积极的这种心态 让我把其他事情都做的相对更好一点 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吧 第二个是我觉得人的表达能力其实还是需要不停的去锻炼的 其实大家现在输入的东西比较多 那零碎化的东西比较多 大家看短视频啊 看抖音啊 看快手啊之类的 可能三十秒钟一分钟的信息比较多 然后碎片化的程度比较高 这样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你不单输入进去的东西是碎的 可能你想表达的时候你发现你输出的观点也是碎的 要不然就是逻辑可能会有问题 要不然就是你的表达的连贯性是有问题的 这个也是我希望自己可以避免或者是可以改善的问题 所以说我觉得拍视频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我有一个想法 然后我把它组织一下语言组织一下想法 我把它表达出来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种锻炼了 而且我觉得人在某一个阶段你有一些想法啊 或者是你有一些经验你把它记录下来 你把它录成视频 然后我觉得多年以后或者是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再回头去看 我觉得也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 这也是第二点 为什么我觉得我会一直坚持啊 虽然经常断更 然后还是要把它坚持下去的原因 第三点呢 是我觉得因为我之前从内地 然后又来到了香港 然后我也不确定香港 是不是我最后会生活的地方 也有可能我会在未来的几年去其他的地方 那我觉得人生都会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波折啊 不确定性啊 往大了说 其实很多外界的环境啊 外界的因素啊 都在不停的发生变化 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其实你让自己可以得以生存 可以得以发展的东西是越来越 随着年龄的增长 其实是越来越少 因为你的体力在下降 你的机会在变少 整个社会对你的宽容度也在下降 像大陆不是还有一种35岁就失业的说法吗 其实像香港虽然没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不得不承认 不管你在任何地方随着你年龄的增长 你的竞争力是会下降的 除非你的经验是可以遭到累积 但是现在这种环境呢 其实你的经验虽然可以不停的累积 但是这个信息和技术的变化和更新是更快的 你很难保证你持续不断的积累经验 可以赶得上技术的变革 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一点 就是我觉得拍视频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一种 我希望成为我的一种工作的一部分 或者是我未来发展和未来产生收入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个可以 第一是减少我对未来发展的一些焦虑 第二是可能假设我去了又去了一个新的地方 如果我开始没有合适的工作 那如果视频可以给我带来一定的收入 或者是我可以通过视频 对我发展其他的工作或者事业或者业务有帮助的话 我觉得这个视频就会变得很有意义了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坚持去 其实已经是从前年年底了 从2020年的年底开始断断续续的开始录 开始很粗糙 开始对镜头很羞涩 不知道说什么 有镜头恐惧症 到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改善一下自己的这些问题 当然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包括我对选材的一些想法 包括我对后期录制的和编辑的一些方法 包括我对相机的熟悉程度 其实都是不够的 那我也希望自己可以越来越进步 然后也希望我的视频可以越来越好 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的频道 我希望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哪怕是一些观点或者是一些经历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那我其实也在录视频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朋友 会回复我一些问题 然后给我提一些建议 或者是给我提一些不同的信息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说我也希望我能继续下去 我能不断的精进自己的视频 好吧那今天就跟大家先想到这里 那我也会继续的努力更新我的视频 好吧我就下期再见 拜拜